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现每一梦想 向大家说顺着 我们手起手 一二三 勇敢到宇宙 创造自己天空 向未来打伸手 我们努力去寻找 别让机会流走 我们只穿很可爱 让幸福有未来 准备一二三 想轻松 勇敢爱自己 想自己挥挥手 终于宣告自己 说声告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得我在末日之间 希望了我要 快点啊 演唱会在五分钟就要over了 你确定她那天天挂了吗 挂了她 姐今天要代表月兰她妹 灭了她 姐今天要代表月兰她妹 灭了她 把车开过来 不 Samメ 有阿娜 请了 来 谢谢 谢谢 爹 我是你女儿啊 你不能出了名翻了才就不认我了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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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啊 爹 爹 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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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解释一下 这是你四个女孩吗 我不是高一会的粉丝 我是她的女儿 先生女儿 这才 谢谢 快点 start 走 不要 开灯 能 ez 好好好的 大 1975 今天四个女孩 要 special 我 有 лож 只后 加油 有 老子 我顿你个头 喂 好 到时候见 你呆了什么了 你之后三个月档期都很满的 他说他刚好要去参加李洛儿的生日派对 缺少一个男伴 所以让你去当男伴 你不是爱炒作吗 经纪人 你觉得这事可以吗 李洛儿暗恋你你是知道的 她的生日派对 你带了另外一个女人去 这不渣场子吗 你不是爱新闻吗 这就是新闻 你找谁啊 高小禅 我是 是 孟小飞 记者 高姐来了 你们吃吧 记者 嗯 不愧是昨天记者群里面其中的一个吧 现在这些记者真是够速度 都可以送去火星开发了 小禅 就算你爸不认你的话 起码你也火了 我火了干嘛呀 现代的高小禅 火还不够大吗 你们一点商业头脑都没有 再这么折腾下去啊 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呢 对啊 倒不如啊 给自己赚点名气 拍一拍广告怎么样 哎对了小禅 嗯 那你要 去接受那个记者建议吗 机会都找上门来了 那又不接受的道理啊 而且啊 我还要联合全世界 全宇宙的力量 把他变成犀利哥 让他出去人人喊打 让他出去要饭 我要让他上天不得 入地不能 好 现在这里呢 我代表于是 感谢在场的所有的朋友 谢谢你们 我宣布 高一辉 舞动新辉二零一二 世界巡回演唱会 周山战圆满成功 谢谢 我宣布 我宣布 我们要到圣燕 我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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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儿啊 我的宣布 我宣布 我宣布 你说我宣布 你们两个人 我宣布 我宣布 网上又有人在骂我咱们 我就说嘛 最近我都不敢看我们的微博 肯定被人骂的很惨 你的粉丝都已经超一千了 粉丝超一千 一千 一千 开心什么 你看 没有一个说你好话的 怕就怕没人说 就是因为现在你这种人多了 都是说你太好犯了 好 高永辉呢 亲爱的媒体朋友 我们的一辉啊 马上就跟大家见面喽 是 是 一会上午还有床妈呢 在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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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上完 上午一点了 不对不对 我们一辉呢 就在楼下 很快就上来了 都几点了你现在 什么意思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哎 什么意思啊 帮我到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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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宝贝一辉 怎么还在这呢 外面的记者都炸锅了 快跟我走 哎 你看 我这是不是有跟头发翘起来 什么头不头 哪个哪个 翘起来的 哪个哪个 这 这个啊 干嘛 我告诉你 头发越乱越有卖点 快点 哎呦 等一下 我发个微博 发什么微博我都hold不住了 哎呀 行了行了 我撒饭尿行不行啊 好好好 你先吃吃 结果 好好好 哎呦 出门又转啊 真是蓝驴生磨屎尿多 喂 你 我 干嘛呀你 你谁呀 你凶什么呀 你凶什么呀 不认得我啦 哦 你 喂 这里是男厕 我当然知道这是男厕啊 不然 我们向女厕参观参观啊 和我说你这个丫头 我说啊 外面可是有很多技职啊 要不 咱们自投螺朗签 小朋友 你喜欢我 我能理解 但是 作为我的忠实粉丝 玩要有个度 好吗 你去哪儿啊 我告诉你现在有两条路 一条里面谈 另外一条外面谈 你选啊 你去哪儿啊 你走 我告诉你 你走的话我就很非礼哦 我 会 非礼你 我 那试试看啊 可不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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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 有很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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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还有谁吗 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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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来 来 我觉得还是这样讲话比较方便 好 那你说 你到底要什么东西 潜瓶照 好 合影 合影 我 我想要的是 什么 你的人 你这么坏啊 你才几岁 本姑娘今年整十六岁 报警 我告诉你 我几个 我的人来是有限度的 我的人来才是有限度的 好 你说 你到底要什么 我要你 向你的粉丝 向全世界 证明我妈的存在 什么你妈 什么你妈 你可以不承认我啊 但是你必须承认我妈的存在 我告诉你啊 明天我跟你办了一场见面会 你必须给我到现场 下午两点接兴花园广场 后来的话 后果自负哦 ications 哈哈哈 depict 双猫 dresses soprcott 他们的时候 既然说 いや 少 clo 你看 尝尝镭 才保持得不错嘛 越来越婀娜了 真婀娜 讨厌 皮肤也越来越嫩了 哪有哪有 对了 你今天来干吗呀 我来拍广告啊 拍广告 导演没跟你说 广告的女一号是我吗 不是说 那个 那个 那个人 讨厌那个什么呀 好了好了 你最婀娜了 你最婀娜了 导演叫我了 我们一会儿再聊 好啊 一辉呢 我们家一会儿啊 一会儿就过来了 好啊 一会儿再聊 好啊 拜拜 拜拜 对了 广告拍完再给你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顺利哦 拜拜 多儿 越来越美了 你也是 越来越漂亮了 一会儿见 嗯 还回去吃薯片呢 你还饿着肚子吗 我咋不饿还可以吃啊 你都骗人 我走了 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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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禅 太小一个了 光一会 特意来不来 他不敢不来吧 根本性的问题应该在你啊 别弄来弄去 那小丫头真是你女儿 什么意思啊 干嘛干嘛呢 干嘛 你这干嘛呢 公共场所 影响失荣 知道吗 我们我们是见面会 我们是见面会啊 什么明天见面会啊 早已回家 早已回家 跟那没干事 你们散当说骗了 赶快回家吧 好啊 快快快 你说 这城管还真是厉害啊 今天的问题是解决了 那明天呢 你 高一会 你给我记住 我是谁啊 我是打不死的高晓成啊 晃晃晃黑 双肌管 双肌管 小心我双肌管 打死你啊 真的疯了 天哪 要不要松一万了 我说那个丫头 长得还真有些像 我曾经相识的一个朋友 男的女的 你这不废话 女的 喂 喂喂喂喂 你是说 那女孩 她妈 喂 那小丫头 不会真是你女儿吧 喂唉 你可别吓我呀 我心脏不好啊 我心脏不好的 你瞎紧张什么呀 就算我真的认识 那个女孩的母亲 那又怎么样 就能代表她是我女儿吗 哎 我能记不清 我有多少女人 我还记不清我有多少女儿 我倒是不关心你有多少女儿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到底有多少女人呢 你说呀 我记得 我有几个聊得来的朋友 常一起喝酒 不过他们都是女孩 都是女孩 在我的记忆里 就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 不过我每次喝大了也就 也就是他们送我回家了 什么 那是 他 还是他们呢 哎呀不记得了 那时候年轻嘛 不记得了 年轻 那你们有没有 那个呀 这火蛋居然想给我找红妈 又是那个记者给你通报信啊 嗯 出发 你好 两位的红酒 谢谢 那今天请梁小姐来呢 还是有一件小事情想跟梁小姐解释一下 你是想说她跟李若儿拍广告的事吗 啊 你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一辉哪件事不上新闻了 哎呀 我们家一辉啊 你也知道 好多事情是我们没法控制的 就像那个合约我们都已经签过了 什么事啊 我能理解 喂 你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叫诺言过来 嗯 啊 对啊 哎呀 好了啦 吃东西 吃东西 诺言 我吃个这个三斤的蛋糕 特别好 你尝一口 你尝一下 我们吃蛋糕 哎呀 哎呀 好甜蜜 我看 我还是先闪 快走 好甜蜜 谢谢你 谢谢我 谢谢你跟我解释啊 我也谢谢你 愿意相信我 我突然心跳好快啊 真的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见到我心爱的女孩的时候 我的心都会跳得好快 哎你好像我一个熟人呢 真的啊 是我的初恋 过去的事情了 我真的跟你聊天好舒服哦 我整个空气都散发着那种 废多萌的感觉 爹 爹 你又会呢 你 他叫你什么 他说什么 爹 不是 继续啊 不是 继续继续 如果你再这么胡闹 我真报警 报警啊 你这个大牌脾气那么臭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跟老妈说的 高一辉 你结婚了是吧 不是 诺言你听我说 我听我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小孩 阿姨你好 阿姨 诺言你听我说 相信我 老实说啊 我觉得今天这位阿姨 比你上次那个好 诺言 不是 其实你交女朋友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连自己 亲生女儿都不认识 我说你们这些小孩 你们两个太过分了 太过分的是你吧 你这个骗子 不是 别再挡我 不是这样的 诺言 喂 你是谁啊 谁 是不是你叫我来的 乔军 乔军进 别拍了啊 乔军进 你多大了 二十二岁 二十二岁 对 我也是啊 不会吧 喂 听我说 他 他是我的粉丝 我不相信你 你给我认识看 好有缘分呢 我觉得是上天安排我们见这次面呢 听我说 我不听你解释 好甜美的事 对了 那个 我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 这什么 你看他 很可爱哦 超Q的 各位 你跟我说 无耻 哎哎 哎怎么走了 别拍了别拍了 怎么回事啊 说话呀 谁呀 哎 闹得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闹得越大越好 爹 你疼不疼哎 好可怜哦 怎么办呢 哎 哎 坐下 你太残暴了吧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喂喂喂喂喂喂 吵什么吵 吵什么吵 吵 你搞定搞定 宝贝坐 宝贝交给我 高晓诚 我告诉你 你这是恶诈 恶诈 你吓死我了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你语文科是数学老师教的啊 你政治课没有上过吗 父亲和女儿是一家人 父亲有抚养女儿的义务和责任 你还跟我来劲了呀 小心我告你呀 你这是污蔑 污蔑 我好怕呀 还不知道是谁告谁呢 我还想让法员帮我算一算 她 到底欠我妈多少赡养费 我知道了 这萧衙的骗子 就是为了捡来的 你真是个合格的 你的经纪人一天到晚 欠欠欠欠 一天不谈钱 你会郁闷死吧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是不把话说过来 你就别想走 那我告诉你啊 我已经和我的姐妹都说好了 二十四小时 我如果没回去的话 她们就报警 好 你说 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 你记性那么差呀 好 我再重复一遍 我要你在大家的面前 证明我妈的合法存在 你不认识我 没关系啊 反正我也不想要你这种爸爸 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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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为了这么一件事情 就一路做了那么多无聊的事 只要你承认我妈的合法地位 以后我是你的路人甲 你是我的路人蚁啊 好好答应你 那好啊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说 让你妈妈亲自来跟我说 我倒要看看哪个大神 那么爱护我 让她的女儿 那么奋不顾身地来找我 我妈半年前去世了 我妈半年前去世了 喂 你现在需要我去认 一个死了的女人当老婆 好 对了 小晨 她真的要见你妈妈吗 难道她不知道阿姨已经去世了吗 对不起啊 小晨 我没事 我只是替我妈妈感到难过 她想她这么多年了 现在连最后一眼都没见到 可是我真的越想越生气 她凭什么这样子 她到底把我妈当什么呀 她自己的女人一个又一个 而我妈呢 我妈妈不吭声过了那么多年 你说说她 连成人的勇气也没有 这口气 我一定要替我妈妈讨回来 这口气 我一定要替我妈妈讨回来 喂 你消消气 什么事都会过去的 喂 你别担心了 她在这个城市好像有个舅舅 最近一直在国外 有事情下辈子说 好好好 她舅妈的地址倒是有 别管我 哎呗 炸炸炸炸 对对对 想炸什么炸什么 炸什么大牌 咱有钱 啊 你就放心吧 这件事情 抱在我身上吧 你一会儿早点睡觉 先去那边坐一下 太一辉就过来了 还让我等啊 我都等多久了 跟我耍什么大牌 我走了 等一下 她就过来了 我不等了 谁说大牌不来了 机灰呀 可算是了 那你们先聊这吧 我 你穿成这样 只生怕别人认不出你 我这么见你一次 也不容易 你母亲在里面吗 怎么 漂亮吗 我的歌迷上至八十 下至摇篮里的娃娃都有 像这样的照片 成千上万的 你真能自恋啊 弹清楚了 你不是吧 你就凭这张照片 那你还想怎样啊 你看 以后我妈都裸成这样了 你知道吗 我还会请我们歌迷会的会长 你这花心大牌不 还什么证据吗 你还需要什么证据啊 就凭这个 你就想人爹 赶紧拿出你的杀手紧来 别浪费我时间 哎 让我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当你女儿 有那么困难吗 这一点你还真像我 胡子恋恶你 你 这电影 這天 她很难看 一会 你小丫头聊得怎么样了 怎么可能 来 给我看一下 你不是很会赖吗 接着赖啊 看你能不能把你的本名赖掉啊 结婚登记申请表 你看我干嘛 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回事啊 这绝对没有的事 假的 你看这纸那么新 肯定是从电脑上当下来的 然后PS上去的 大盘 你看清楚了 这是复印件 我不能给你看原件的 一要的时候 我会拿着原件乘上反庭的 喂喂喂喂喂 这怎么回事啊 什么东西啊 一会儿你说话呀 爱气的老娘 心脏扑通扑通的痛 你 她 我的广告合约呀 我的影视剧 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呀 你先把事情的来龙去卖告诉我 是你背信器抛弃了人家 还是人家嫌你穷 抛弃了你 高汉民 不是你本名吗 这应该不算吧这个 这名是我的 但是呢是不是我签 什么时候签的 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是你看他这个签法呢 就是我签的 哎呦 小崽子 哎 要不这样 你去找那个高晓禅的家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 他的家人比较清楚 爹 爹的经纪人 请进 哎呦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 不好意思啊 哎 这份正面礼如何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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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是不好意思 长得还挺人模人样的 真没想到 丫头 去倒杯茶来 坐 你好 不用客气 我不喝 舅妈 你的茶 谁给你倒 我怕一会儿说你说得我口渴 真没想到 我们家娟儿的眼光这么好 看上你这么好看的男人 够假 长得好看的男人一个都靠不住 果然 是这样啊 我们今天来呢 主要是想聊一下当年的事情 这叫什么话 当年的事情 除了你自己还有谁更清楚啊 因为当年的事情啊 实在过去的太久远了 所以呢 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还是希望您能给我们回忆一下 是不是这样 当年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小船妈并没有跟一辉说 是的 没关系啊 没关系的 所谓不知者无罪嘛 那我们今天来呢 也是专门承担责任来的 那如果是我们做的 我们一定承担 如果不是我们做的 如果不是我们做的 没错 怎么回事 就算什么 太阳晒屁股了 快起床 ω 我喝 喝这么多酒啊 是不是又一夜没睡啊 诺诺 快去 叫爸爸起床了 一辉啊 一辉啊 喂 起来 喂 你怎么进来啊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 我刚才在楼下按了半天门铃都没反应 吓死我了 幸好我有你们家蓝宝一号的钥匙哦 今天什么活动啊有 今天晚上要去参加黎洛尔的生日派对 而且梁总监还提醒说别忘了 准备礼物哦 哎 经过我的劝说 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且已经同意在今天晚上这个场合 公布你们的恋情哦 开心吗 我争取了好久呢 你同意 我当然同意啊 你知不知道因为那私生女事件 导致你的人气已经直线下滑 我们公司的危惧公关使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让梁诺言 在今天晚上这个场合 公布你们的恋情 好 祝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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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快乐 来 这边 这个蛋糕很漂亮 你看那个女的角度还不赖吗 哪有啊 再怎么样也不会有我妈漂亮 失陪 干嘛呀 这么心急 你赶紧给我解释一下 今天这是什么情况 今天的事情啊 业会过后你就知道了 不行 现在说 梁若妍旁边 为什么站着梁大富呢 梁先生 您为什么要投资影视剧呢 这件事情 富商 我真的是说不清楚的 我在你面前 已经当过一次傻瓜了 不要让我当第二次 你真是傻得可爱啊 那人是你自己喜欢的呀 杨小姐 谢谢你跟父亲 今天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你是我父亲电影的 亲院艺人 给你的捧场是应该的 小军剑 说不说 说不说 干嘛 这么多人看着呢 对你形象 干嘛 说说说 这么心急 你们有没有看到高一辉啊 你虽然是歌堂的大牌 但你在影坛嘛 别废话 说重点 重点就是 梁小姐的爸爸是梁大富 梁大富呢 是我们电影幕后最大的投资方 阿姨啊 哦什么哦啊 宝贝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你完全没有 没有必要生气嘛 你突然同意我跟她交往 就是因为这个 好好好 我定计 上台了上台 什么上台 什么上台 宝贝 关 什么关 怪你个头啊 上台了上台 上台 今天是梁浪爱的生日 我特意邀请了我的男朋友 高一辉一起过来 你不是都不是 你不是 别别别 别拍 你不是 梁小姐 没必要在我生日上这样吧 我知道你对她一直有意思 今天就让你盗的这个念头 重新设定目标吧 又上台了 今天是洛尔的生日 她才是主角 让她一个人在上面签蛋糕吧 一会儿有空跟我父亲喝一杯 好 梁小姐 不是一直传说 李洛尔才是高一会的女朋友吗 怎么今天你宣布她是 高一会是您的男朋友呢 嗯 明天我们有一个记者发布会 这个问题 明天我 什么呀 李洛 一会儿 这个人是谁啊 你又是谁啊 这是谁啊 高一会儿 你又是谁啊 你又是谁啊 我年纪看起来好想 我现在还是个高中生的 怎么回事啊高一会 我会我会 一会儿 你告诉她 我是谁 我会的 我会 她在说什么 你不是说 这辈子就是我一个人的吗 我就知道这个女人 根本就不可能是你女儿 阿姨阿姨 你不要太认真 我们家一会儿 只是玩玩而已 你 你胡说什么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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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佬实力 你 高一会儿 阿姨再见 一会儿 一会儿 你闹了 一会儿 出来 人在酒吧 速来 拍吧拍吧拍啊 来 哎 放胸子 有完没完 啊 如果你是我女儿的话 我一定会承认的 而且 不会懂 我可没有让你承认我 我只要你承认我妈 我说我要和你好好谈谈 我问你啊 你到底要不要承认我妈 是吗 我很认真地和你谈 如果我不信的话 就跟我回家 我参见你几次面 我跟你回家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的意思是 我也很认真地跟你们说 你如果是我女儿的话 我现在给你两把张 可爱你穿的什么样子 月组会的 关你什么事 黄灵 可爱 你干嘛 还喝什么 干嘛来啊 你干嘛你 干嘛走 走开啊 我要跟我爹在一起 别闹了一会儿 快跟我走 拿回酒 走开啊 我爹让你走啊 你别拉起人家 你小丫头 你给我不走 我不走 走开啊 我爹让你走啊 走 快走 走 快点 路 面对自己 也许好也许坏 你 给我 listener 哎 醒了 醒了就来帮我拖地啊 笑什么笑啊 我会唱 好听啊 大半夜你唱什么唱啊 将来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病 将来没有那么容易 他的病 他拼了 小 worker 你扔胃 你扔胃 我还是这么主的人 你装着 我又是 对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 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女儿 我也知道 我这样出现 你也很难相信我是你女儿 但是 妈妈她走了 她不在了 她最后一刻跟我说的话 就是不要去找爸爸 我想她不是太恨你了 就是太爱你了 我再也没有办法知道 妈妈她想的究竟是什么 这些年来 我并没有让她过得很幸福 我总是对自己说 我还小 妈妈还年轻 会有的是时间 妈妈走了之后 我拼命地问我自己 我到底该怎么做 妈妈没有说过你 但是她留下了很多管你的东西 每一件都可以证明 你是我爸爸 当我知道你是一位大派明星的时候 我哭过 我劝我自己不要去找你 我知道别人会怎么想我 我也知道你会怎么想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顾不了那么多 我要为我妈做些事情啊 我要让你站出来 证明我妈存在过 只需要你做这些 难道有那么困难吗 谁啊 怎么是你啊 大津新 我说你可以拍吗 你干吗呀 谁啊 明星 叫他下来了 干吗呀 你干吗呀 大津新 你出去啊 小晨 出去 你别跑 给我站住 你给我 放开 你给我 小晨 放开我 你给我 你给我 你给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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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晨 你给我 你给我关手 你给我 小晨 你给我关手 你给我 你给我 路上 你给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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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高宇辉 高宇辉 高宇辉你是不是 你 你是不是中邪了呢 不光公开去追一个小记者 还光明正大的 送那小丫头去医院 你怎么想的呢 别说那小丫头不是你女儿 就算是 你也不许去 一辉 我也好 公司也好 为你付出了多少 你现在拥有这么多 你怎么不知道珍惜呢 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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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现在网上 对你就没有一句好评 一辉 我现在就代表公司 跟你下最后通牒 你下班了 走吧 走 我去哪儿啊 我哪儿也不去 我告诉你 你哪儿也不想去 爸话给我说清楚 一辉 干嘛去 你 是不是要去医院 我告诉你不许去 现在医院到处都是狗猜队 你不许去 小军姐 我告诉你 你如果当我是朋友还好说 你要是把我当赚钱机器的话 我就 高小禅的事情现在开始由我自己来负责 就这样 你 你一辉 你又凶我 高一辉 我的小心肝 你给我站住 好 妈妈跟我说过很多 虽然我没法理解 但我都记住了 我记得 她说过 爱一个人 不一定要和她在一起 只要她幸福 她就幸福了 她还说过 她一个人 不一定要报复 而是忘记 因为她记不住她给的伤害 也就记不住这个人了 当我看到别人有爸爸的时候 我就问问妈妈 我 我爸爸 她到底在哪儿呢 最后一次妈妈跟我说 最后一次妈妈跟我说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个人都有爸爸的 不是每个人都有爸爸的 这个是我的私人号吗 这个是我的私人号吗 在任何时间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找到我 而且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陪你去看你妈了 一辉 这位就是 小禅的舅舅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好 我之前已经把小禅的事情 跟王先生说了 先坐吧 来 先坐 不管怎么说 我先替我们俩那丫头 跟你赔个故事 王先生 先坐 喝 喝 先生您的咖啡挺慢的 谢谢 谢谢 既然我们都在这儿 不如今天就 开诚不恭 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一回吧 小禅的亲生父亲 这儿 早在他刚出生那年 就去世了 从此以后 我们再也不愿意 跟人家再提这个人 全家人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连我的老婆 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是 这个是 你不记得了 在你刚出名的那段日子里 你常常去 有个叫三十九度的酒吧喝酒 没错 但我记得 我去那个酒吧的时候 和有很多女孩 对 我妹妹就是其中一个 那我们家依辉 没有跟她那个吧 没有 她们没有那种关系 她费了很大的劫 跟你有了这张合影 小禅 小禅 现在这大牌总算有点 当爸爸的样子了 小心点 别弄脏了 好好好 对了 小禅 你还去找那个记者吗 当然要啊 这次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 可是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呀 谁跟她过去呀 从现在开始啊 我一定要好好保护我爸爸 王先生这个是 这个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这 这是我的错 小禅 小禅要报户口的时候 我妹妹打算让她跟我们的行 但考虑到她长大了 就会问爸爸是谁 我妹妹也不想让小禅 知道她父亲的一切 那我就给她出了个主意 在户口本上 丈夫的一栏里 写的你的名字 正好 那天你来我家里 你喝醉了 我跟你说了这件事 你一口就答应了 结果 就帮我们 填了这份申请表 哎 星梦的 等你半天了小禅 怎么现在下来啊 还带着我们小姐妹 明天把网络上的照片 都给我删点 今天没删掉 开什么玩笑 那泼出去的水 能收回来吗 不能够 孟小飞同学 你乱传什么谣言啊 你已经严重影响到 我们青少年的发展了 懂不懂啊你 懂啊你 懂啊你懂啊 好好好安静一下安静 听我说啊 小禅 谁散布谣言啊 我发的那些图片 可都是事实真相 是那个头啊 事实 你怎么说话你这孩子 再说了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我帮你实现了你的目的 你还得感谢我呢 何况咱俩还是搭档呢 谁跟你是搭档啊 你搞清楚好不好 到底删不删 删不删 删不删 你看啊 你删得挺大的啊 你们别动着了 赶紧回家去啊 有新的消息我再通知你啊 呦 三口 好 傻呢你 别想 别想 你这帮孩子干什么呀 上啊 上啊 想干什么 干什么的 想干什么的 订阅 有些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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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姜茜茜 祝你生日快乐 我的宝贝女儿 生日快乐 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 以前妈妈没有帮我过过 所以我好羡慕别人 还有我被大家讨厌了 怎么会的 今天这个蛋糕就是爸爸 特意为小禅准备的 喜欢吗 嗯 为什么只有一根蜡烛啊 我十六岁了呀 因为这是爸爸第一次 第一年陪小禅给我生日啊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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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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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morial Convention 爸爸 我累了 累累我好吗 好吧 来 一二三 你小心点 你怎么这么住啊 我没有说很轻啊 我能为你多久 快丫头 你能为我能够伸你 如果我能够伸你 你能够伸你 你能够伸我 你能够伸你 如果我能够伸你 如果我能够伸你 rupees 快丫头 我手 网络上的资料我基本上都看过了 干嘛给我看这些 小查你知不知道你随便这么一闹 给她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就算她是你爸爸 你觉得你这么做 会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吗 再说了 世界上哪有不认自己女儿的父亲呢 更何况是一辉 她是一个又重感情 又重义气的人 想必这么久了 你也有了解 更何况她是大牌 她是大明星 她走到今天这不容易吗 她 因为她最近负面消息送脱 很多厂商已经找到了我们 包括电影 电视剧代言 其中一个合同是这么签的 如果在合约期间 艺人因为自己的原因 导致人气下滑 没有达到市场所需 我们经纪公司 将会做出很大的赔偿 赔多少啊 所有的东西架起来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千万不要觉得你爸爸赚很多钱 明星的钱都是空架子 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 如果真的灌死大钱了 她将会十五分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你愿意听我的吗 你想想 你爸爸以后所在街上再也没有人认识他 再也没有人喊他高一辉 再也没有人愿意听他的歌 谁见到他都骂他都唾弃他 你愿意吗 没有 没有 叔叔 我没有那样想 不然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啊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我容易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我要见他 他就是你爸爸 谁也抢不走 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你 你干嘛让全世界都知道呢 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找我 缺钱花 买新衣服 这些我都不需要 我只要我爸爸没事 我只要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喜欢听他的歌 不要见他 一次都不行吗 一次都不行 一次都不行 那我们偷偷见 不要让别人发现也不行吗 宝贝 狗仔队很厉害的呀 那只要我不去见他 他就会没事吗 老板也不会要他赔钱了 对 你让我好好想想 他们把刘今天一steps 看我们一切开的 但是天 luc 喜欢宝贝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真的吗 嗯 我决定了 那你决定一辈子都不见 当然不是啊 我要等她头发白了 牙齿掉了 没人要的时候 再把它要回来 妈妈能够那么久没见她 也是为了支持她 所以啊 如果是因为我 让所有人不喜欢她的话 我想我妈妈一定会不高兴的 再说了 他是我爸爸 我干嘛要让大家都知道他是我爸爸 我自己一个人知道不就行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像是无法通通 哎呦 What the hell 宝贝 你怎么还在这呢 来 准备一下 跟我去酒会 我问你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什么 我找了整整一个礼拜 为什么找不到她 你在找谁啊 我帮你找啊 庄师哥 庄 啊 啊 我想起来了 你是说那个臭丫头啊 她应该已经回老家 放寒假了吧 放寒假 她还出国了呢 你是不是把真相告诉她 那一步我还没走 但高一辉我告诉你 如果你还是这样不乖的话 我觉得我会考虑 这代表我还要求自己 然后你还要做 要去 那你真相反 甚至是 很多自己 这不一样 你真相追 到底也就是一个 差点毁掉你的粉丝 我今天我要揍你 你干嘛 你干嘛 你还敢 没有他就没有我高一辉 打打老娘 蛋子越来越大 给我过来 给我过来 我踩下去回去 过来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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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